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在达沃斯发表演讲重炮轰击北京 表示绝不允许这种以国家计划经济打乱国际贸易秩序的掠夺性贸易 在此之前 川普在达沃斯接受记者采访时 针对奥巴马时期开始打造的围堵中国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 也就是TPP的这个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首次打开了美国重新加入TPP的大门 上个星期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向国会递交措辞强硬的报告 指责中国没有遵守WTO倡导的市场经济导向政策 至今 拒不履行当初加入WTO的部分关键承诺 报告坦诚 美国当年错误地支持了中国加入WTO 新年一时 川普政府在经贸暂现向北京频频发难 贸易战是否迫在眉睫 频繁出现的贸易摩擦会不会成为美中交恶的一个前奏曲呢 时事大家谈 今天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道 来探讨这些问题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 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 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 另外你还可以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网址是YouTube.com斜线VOA China 川普他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没有点中国的名 但是矛头所向是非常明显的 指中国是在用国家计划经济 从事扰乱国际经济秩序的掠夺性闹衣 那么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 您怎么看川普针对北京的这个重化 川普的指责公平呢 我觉得川普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只不过还讲的不够 不大到位 今天的中国固然还算不上真正的市场经济 不过离国家计划经济也已经很远很远了 那川普提到的中国的这个掠夺性贸易 主要是指盗窃知识产权和这个国家补贴 提高出口优势 这些批评当然都是合乎实际 不过我以为呢 美中贸易的问题比这些还要更严重更复杂一些 因为今天的国际贸易 它不只是产品的自由流动 还包括了资本的自由流动 私人企业的自由流动 那么美国有大量的公司搬到中国来 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 这么造成美国自身的产业的轰动化 造成了大量工人失业 另外与此同时呢 跨国公司就获取了更高额的利润 也拉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 另一方面呢 美国公司那个 美国的这个消费能力高 中国的消费能力低 所以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那么多产品呢 大部分还要返回到美国来销售 这么也就增加了美中贸易的这种赤字 甚至造成了很严重的这个债务问题 更重要的是呢 中国是个一党专政的国家 那么在美中贸易中 中国政府成了最大的获利者 那么这种贸易到头来 反而帮助了一个专制强权的崛起 那么从这个川普的达欧斯讲演 我还不大看得出 他对这些问题 是不是有足够的这个了解 和以及有相应的对策 好的 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过去一年呢 我们看到川普倡导美国优先 外界普遍认为呢 他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 而习近平去年在达欧斯的演讲呢 把自己塑造成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领导人 那么现在川普指责中国从事掠夺性贸易 攻击中国是国家计划经济 您觉得他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响应吗 我估计会得到响应 就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去年 这个徐先生在达欧斯 他还有一种这个意向 就是要取代美国 在这个美国的 在国际经济上的这种领导地位 所以呢这个现在来看 今年习先生非常微妙的缺席 然后川普成为一个这个场上的主要的这个发言者 那么等于克林来风骚吧 但是现在来看 我觉得可能是他想用美国梦来PK一下这边的中国梦 那么我想他讲中国是国家计划经济 我们现在国内的一般说法是说 中国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但是你要说他就是一个国家计划经济呢 好像刚才胡平先生也讲到了 离那个苏联市的计划经济 已经相去甚远 但是呢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市场化的国家 这个呢从克征上来看 就是虽然我们看到啊 比如说刘鹤今年的讲话 他强调什么 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三大公间站 强调供给车改革什么这些等等 防范金融危险等等 但总体上来讲 就是刘鹤的讲话和川普的讲话 你对比一下 你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刘鹤还是强调顶层设计 实际上就是这种计划经济的影子 仍然在晃动 川普就没有讲这些 他就是讲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 使这个股市新增了多少财富 他讲的是这个美国的发展 但是他没有讲 就是像中国的这个官员那样 强调打平了一切 那到底什么是市场经济 什么是计划经济 其实我觉得是应该搞清楚 那首先这个 就是说生产什么 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 这三点都是由政府决定的 这个就是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 所以这个政府其实是控制了一切 那么这个私人企业 实际上它的自由空间是比较小的 那这个经济学意义上 完全的市场经济 那就要是私营经济占主导 要较少的国有企业市场价格自由化 要减少行政干预 要投资自由化 要减少这个行政审批 要外汇自由化 汇率要这个不动 不能够操纵汇率 还有这个贸易的自由化 就在这几个特征来看 我觉得中国显然还不足以 成为一个这个 就是所谓市场经济的国家 因为中国的这个虽然说啊 这个18届三中全会提出来 让市场在资源支配中 在起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现在中国的经济 还是政府在起决定性作用 那么现在所有的一切 包括所谓国体做大做强 所谓党领导一切 这些东西来看 中国实际上是 政府主导的经济的这种特征 还是非常明显 所以我想他 川普指责中国 这个是国家计划经济 这种说法 可能能够得到 欧洲和日本的认同 现在欧美日 其实都不承认 中国是一个上经济国家 所以我想这样的攻击 包括中国对日产权的 这种偷窃行为等等 这些都是劣迹斑斑 这点也是对中共 非常的务力 谢谢 好的 那看起来 川普的攻击 还是有市场的 那么我们看到 尽管他对中国的攻击 说话 用的词 说的话很重 但是他没有点名 那么相较于这种 不点名的攻击 在这个TPP的问题上 好像川普就更为直率了 那他为什么 重新打开了美国 加入TPP的这样一个大门 他在这个问题上的 这个立场的这个转变 又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胡先生 我觉得川普转变立场 是件好 是 因为当初奥巴马 推动TPP的时候 本来就是想克服 WTO的一些缺陷 建立起一套 有更严格的规则 涵盖面更广的 这么一个国际经贸体系 另外奥巴马 推动这个TPP 本来试图呢 去遏制中国 因为那个TPP的规则 更高 更严格 涵盖面更广 那么这么一来呢 这个 他就可能使中国 在国际贸易中 陷入一些某种被动 你看TPP有些原则 比如说 他这个提到这个 这个贸易和服务的自由 按照这一条呢 那就像电信 能源 银行 还有新闻 这些行业 就要允许他们 自由的进入 另外TPP 它对劳工权益 也有更强的保障 禁止用压低人权的方法 来竞争 那么这就 总的来说呢 TPP不只是一套 这个经贸协定 而且他还含有大量的政治内涵 那么如果这个中国 自外于TPP 不加入TPP 那么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呢 是不利的 如果他想加入的话呢 就必须接受这些 更严格的要求 也就是说必须 进行一些自私那种改革 不过话要说回来 当初中国加入WTO的时候 也是承诺 要进行这样那样的改革 也是表示要接受 这样那样的一些规则 可是到头来呢 常常违反 而这个国际社会并没有 相应的这种制裁力 那么你现在这个TPP 作为一个国际经贸协定 到底有多么强的执行力 如果参加成没有执行 那些东西 那会能不能有足够力量 去制止去纠正 这个还是一个问题 另外呢 今天的中国和17年前 加入WTO的时候呢 经济势力有了很明显的增长 他也在自己建立自己的一套国际信贸体系 和你这个 他可以和你的TPP这个相抗衡 所以就算这个美国重新加入了TPP 那么他会造成怎么样的这个后果 现在也还不好说 再用大话说回来呢 从川普的这种想法表示呢 美国并不是要这个采取孤立主义 美国仍然愿意在这个国际贸易中 在经济全球化中扮演一种领导角色 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说呢 我想当然就这就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 一套一套更好的国际经贸 有这么一些规则 一些体系 这个总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必要的 所以是这个这一点 应该说是应该值得肯定的 好的 那么我来继续啊 就这个问题 我请教北京张先生 对于上台一时 就签署行政命令 宣布撤回TPP谈判的这个川普来说 做出这种改变立场的决定 可能是很艰难的 外界甚至说呢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很尴尬的 那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张先生 我觉得有实际的需要 因为这个TPP对于这个 中国的制约是比较大的 就是说以前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就谈到过一个观点 我说原来呢 是大家建了一个微信群 叫WTO 然后中国在这个WTO 这个微信群里呢 他是只利用规则得考出 抢红包 但是呢 他并不真正遵守规则 所以呢 这个奥巴马他们呢 就是想再另外建一个TPP 把这个主要的最重要的成员 全都拉到另一个这个微信群 就是PPP微信群里就玩了 大家就不跟你玩了 那么这种做法实际上就是 你中国要么就如从我们新的规则 要么大家就抛弃你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奥巴马的这套设想 我觉得是比较有效的 那现在看 当然我们看过去一年啊 这个 在对中国这个 各个领域都在 发起各类的这个反行销 反补贴的调查 这个呢都是根据WTO的规则 在进行的 这个去年进行的 有232调查 301调查 201调查等等 现在美日欧 现在都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实际上这个都是根据WTO的规则 来这个做这样的表达 或这样的举动 现在看呢 如果这套东西还不足以制裁 或者制约中国的话 那么就是我觉得可能TPP 对中国来讲 也许是一个 就是川普看来更为实际的一个方案 所以呢 这个做出这样的决定 虽然有备 就是他一开始上台时候的 这些个 这个所作所为 但是呢 这个商人 他有商人的灵活性 他会根据实际需要做出调整 而这样的调整 有可能在中国来讲 特别是在中美 有可能发生贸易战的这种背景之下来观察 我觉得可能TPP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案 谢谢 好的 那么现在已经有一些听众 观众 朋友们等候在线上 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了 我们就把他们接进我们的节目中 首先呢 我们来接电话 上海的唐先生 唐先生你好 上海唐先生 对川普总统对中国太阳能事业的 做出的杰出贡献 表示由衷的感谢 因为在这个制裁因为 以前美国只是单方面制裁中国 现在它是对全球所有的太阳能产品 征收高额关税 所以说中国不但没有受害 反而是得力了 因为公布制裁措施的当天 中国最大的太阳能股票 龙基股份是大涨了6% 而且随着这个技术进步 这个太阳能产品 从多金贵上单金贵转化 它的成本降低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个制裁根本就影响不到中国 川普总统的演技是非常好的 把这些打滑分子卖了 还要为他们的抽钱 从川普总统的领带颜色就知道 它有一颗红心 好的 它的担任对中国是非常有力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 下一位是吉林的余先生 余先生你好 你好 许冠你好 你好 请讲 川普胜选初期 美宗两国剑拔组长 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 川普访华后 到前几天美舰闯环岛 正应了今天的标题 如果美中真的交恶 可不是中国去夏威夷 更不是中国去美国本土交恶 中国历届领导人所说所做 都是一以贯之 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这点世界早有公论 美国真想和中国交恶 无论是经贸还是金市 美国能赢吗 美国优先 遏制中国不发展的 怎么可能实现 好的 众所周知 美国在所领导的方方面 所有领域的方方面面 都走在世界前列 是超级大国 是老大 美国还要优先 世界能运同吗 谢谢 好 谢谢吉林的余先生 现在我们的网友 通过这个网上评论 发来大量的帖子 我选一些 给大家读一下 首先是 Dudley Fung 这位网友说 美中贸易 目前只有制裁 不会打仗 中共利用国家 社会主义偷窃 还很成功 非有利可图实 就算美国 小量制裁 战端也起不来 事实摆在眼前 川普没有上任之前 立场至今没变 美国越强硬 中共反而会 更摇尾巴 Alex Liu 他说 美国把中国 视为最大对手时 经贸 只是实践的问题 但是美国 对中国 没有多少排可打 所谓制裁的有效性 主要是打击 中国的这个美企 把美国企业 拉回本国 中共也没有 多少可退让的地步 玩玩可以 玩狠了 那就咱们就 各玩各的 艾德文陈 这位网友说 川普总统 坚持对等原则 这是正确的 中共政府 对于美国企业 采取贸易壁垒 美国也应该 对于中共的企业 采取贸易壁垒 例如华为中兴 这些企业 都肩负着 中共的政治使命 不是真正的企业 另外一位 叫金刚吴 他说 川普已经开启了 中美贸易战 加税 不承认 中共的市场经济地位 等招招命中 中共的要害 美中交恶的程度 一定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 肯定不会全面交恶 美国虽然有在全人类 都实现普世价值的理想 但美国或许更看重 自己的国家利益 起码目前 任何一个美国领导者 都不至于 会和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 全面交恶 而中共虽然在背地里 小动作不断 但表面上 全面和美国翻脸 没有本钱 双方 双方最先要的是钱 其次 是钱最后 才是意识形态和脸面 我们的网友 发表了各种各样的观点 那么 我们下面 我们的嘉宾 会在下面的讨论当中 会回应这些网友 以及听众 观众的 他们的观点 我们看到川普 他向来这个人 是以口无遮拦著称 但是观察人士 普遍认为 最近他频频挑战北京 恐怕不是他率性而为 而是有深刻的战略背景 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上个星期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公开反悔当年 支持中国加入WTO 是错误的决定 这说明了 美国有可能 要在经贸战线上 对北京来采取行动 首先我请教胡先生 当年海外 许多民运人士 都参加了抵制 中国加入WTO的行列 您怎么看 当年美国对中国的支持 以及今天美国的反悔呢 我们知道当年 美国支持中国加入WTO 这件事 是和在这个之前 美国同意给中国 最后国待遇 这件事是相关联的 因为原来美国的原则就是 要给一个共产国家 最后国待遇 条件是呢 你必须允许自由赢 那么1979年 中美建交的时候 卡特总统就向邓小平 提出过这个要求 邓小平满可答应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 中国就获得了最后国待遇 那么到六四之后 当时包括很多海外的民运人士 就要大力地游说美国政府 就主张把人权问题 和最后国待遇挂钩 如果中国政府 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改善 就不给中国的最后国待遇 但是这种努力呢 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那就是每到一年一度的 要讨论 是不是延续 最后国待遇问题的时候呢 中国政府就会做些资裁 比如说放几个 提前释放几个政治犯了 或者是把一些知名的政治犯 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送到美国啊 等等 另外同时呢 美国政府就继续 每一年都给予中国的最后国待遇 那么1992年 美国总统大选的时候 民主党的候选人克林顿 本来是大力主张 人权问题和最后国待遇挂钩的 可是等他当选之后 不到两年 克林顿就在这个问题上 就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就宣布呢 人权问题和最后国待遇问题脱钩 那么到了2001年 又支持这个美国政府 又支持中国加入了WTO 当时当然本来 美国政府当然这么做呢 一来是中国有非常巨大的市场 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这个对于任何国家 都是一个发展经济来说 对别的国家来说 都是很大的一个诱惑 另外一条呢 这也和当时 他们美国政府有这么一种假定 就以为呢 这个经济发展会导致政治发展 经济自由化呢 会有利于促进政治的自由化 那么现在你回过头来看 那么这个假定 对于中国显然就不实用 但这并不是说 这种假定本身 有多少多少问题 因为这个假定本身 它就要实现 它就也需要一些其他的条件 拿中国情况来说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六四是个分水岭 在六四之前 中国的经济发展 经济自由化 确实是促进了 中国的政治发展 促进了中国的政治的自由化 也就是在这个之前 包括中国80年代 在中国的 由于它的最后一个待遇 这个问题 获得最后一个待遇 在很多方面 包括对中国的这个政治自由化 是起到了极其作用 可是六四之后呢 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六四之后 你中国的经济发展 就未必能够起到 推动政治发展的这个作用 而且常常都造成相反的效果 就反而帮助 这个中共专制政权的这个崛起 到时候造成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 当然我以前 我曾经讲过很多次 这里我就是不再重复 好的 那么现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或者美国贸易代表署 他公开反悔 当年支持中国加入WTO 我请教张先生 他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呢 我们讲这个 就是美国认为自己吃亏了 这个一个呢 刚才这个胡先生也讲到了 最惠国待遇 与人权脱钩这件事 这件事 在不久前 一直到现在吧 一直在推特上 有这个热烈的讨论 也有很多人指责一些的 就是当年支持中共 这个取得最惠国待遇的一些民运人士 那么当然现在这种指责来看呢 就是当年 对于中共最惠国待遇的这些后果 现在已经都显现了 一个呢 就是权贵资本做大 中共的政权 这个变成了一个 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 但是中国这个 这套中国的经济发展 是以这种低人权为代价 来这个获得的 而且中国自身的人权状况 我们看到现在是这个持续的恶化 那这个由此呢 可能会引发一种反省 一个就是美国自己要反省 就他 这个给予中国 最惠国待遇和支持中国加入WFO 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的竞争者 一个强大的对手 那么这个现在呢 实际上已经危害到了美国的经济 所以我们看93年起 这个中国美贸易 开始的时候 美国对中国贸易是顺差 然后后来转为逆差 一开始是62.7亿 然后你看这个中国海关 最近公布的数据 这还只是中方的单方面的数据 说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 是2758亿美元 就是这个增长了40多倍 这个是50年来的最高 那这个情况来看 就是实际上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和支持中国 这个加入WFO 本身来看是损害了美国的经济 那么他们就认为 他们有理由反悔这一点 特别是他认为中国至今 仍然没有遵守这个WFO的规则 而且是一个秩序 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 没有破坏者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美之间这种贸易冲突 会一眼一裂 所以我想他们的反悔 有他们自己的道理 谢谢 好的 看来美国是明显的后悔了 我们现在再来接电话 河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我认为在世界经济化这个面前呢 中美如果开个贸易大战 我认为没有一个真正的赢家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吧 我想克制理性的看待 中国政府说了 要改革深化 是深水区肯硬骨头 什么是硬骨头 什么是深水区 就是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 要必须要深化 对吧 中国人讲倒逼改革 包括这个形式 要倒逼中国 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这个硬骨头和深水区 不是什么有些官员说的 轻轻飘飘的那么容易 包括退休双轨制等等的 深水区硬骨头表现的这一方面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呢 也就是中国的市场经济 更要完善 谢谢你们 好的 谢谢张先生 我们现在一位叫风采依旧的 这位网友 他同意张先生的观点 他这样说 他说个人认为 中美之间会出现一段危机 但终归会走向和解合作 毕竟互私 不会为对方带来任何好处 另外呢 山梁这位网友说 中国经济的发展 主要还是要看产业转型 是否完成 外力不起决定性作用 经济制裁是一把双刃剑 最多是小打小闹 但是川普之前 以及之后的动作呢 会给中国经济 造成的压力呢 需要重视 改变 这位网友说 美中贸易关键问题是 中共不尊重国际贸易规则 偷窃别国知识产权 亚敌国内出口关税 大量倾销 低价值产品 预洗 这位网友说 中共的对外经济政策呢 就是仗着不要脸 和欺负要脸的 现在川普 也和中共 来个不要脸的 Sandy King 这位网友说 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 知识产权 没有任何保护 政府操控汇率 根本就是没有建立 市场经济的基础 非要说 自己是市场经济 一味的凭借 自己大的经济体量 来威胁其他国家 想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承认自己的市场经济地位 我们的听众 观众 以及网友 他们都发表了 很好的观点 那么我们看到 新年一始 川普政府就向中国 接连砍出了这个三板斧 上面我们讨论的 这个三个措施 同时呢 他也采取了一系列 提高关税 等实际性的这个措施 那么就有人担心 说美中贸易摩擦加剧 甚至贸易战 就有可能一触即发 那胡先生 您有这种担心吗 其实从去年 川普上台之初 就已经摆好了 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 这个架势 你看川普的经贸团队 三剑客 商务部长罗斯 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 和白宫的国家贸易委员会 主任 纳瓦罗 都是对华的强硬派 那么只是去年 由于种种原因 这个仗没打起来 今年看起来恐怕就在所难免 有意思就是当这边美国 摆开了要和中国打贸易战的架势的时候 中国的官媒 人民日报的维席公众号 俠客岛又发表文章 川普总统你变了 刚才海涛先生对这个事也有所评论 那我想补充的是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 他也表明 也表明中国政府也在为打贸易战做准备 另外也表明了中国政府不希望贸易战延绍到其他的领域 他还是希望美中中美之间还是能够保持这种所谓斗而不破的这么一种关系 当然美国的经济实力还是超过中国 所以打起贸易战来美国手里的牌更多 不过另一方面 中国的承受能力可能会更强 因为中国是个专制的国家 政府就比较容易把打贸易战而造成的国内的不满 种种不满把它压下去 而你美国呢是个民主国家 如果川普的措施短期内不见成效 还造成了一些群体利益受损害 那么美国人就可能投下反对票 让你川普的一些政策 一些做法半途而废 没法再继续下去 所以我就认为 美国要打好贸易战 除了贸易措施之外 很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必须要打出人权牌 那么这一点 其实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 纳瓦罗 原来就很坚持这种主张 要打人权牌 因为你不打人权牌 你光打贸易战 那个中国政府很容易利用这个事情做文章 煽动起国内的所谓爱国主义和反美的情绪 如果你同时打出人权牌 那么你就能够使中国人知道 这种做法也是对改进中国人的权力 尤其是下层老公权也有好处 那么你中国这种 就很难这个事情 政府就很难在这里做文章 再说你中国之所以能够在这种贸易中间 占这么多便宜 得这么多好处 那就是利用所谓低人权优势 因此只有促进中国人权的这种改善 那么才能够使这个情况加以改变 另外最重要的 你只有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才能避免一个经济大国 一个崛起的中国 不至于成为普世价值的对立面 不至于构成对世界和平和自由的威胁 所以我觉得这个打贸易战这个问题 今年看来是在所难免 只是呢打贸易同时呢 这个人权牌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那么现在全球最大的这个电子商务商 电子商务公司的这个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马云先生 他在达沃斯论坛发表演说时 有一句名言 被外界广为这个引用 他说当贸易停止了 就会爆发战争 那么我请教张先生 马云先生的这句话 您觉得适用于美中关系吗 换句话说 平凡发生那个贸易摩擦 会不会成为美中关系 全面恶化的一个导火索呢 对不起 您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一分不到一分钟 张先生 我觉得马云这个话有威胁的味道 但是事实上 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可能分不破 这个还是需要相互利用 尤其是还有这个朝鲜问题没有解决 但是呢 这个作为国家战略来讲 这个我们看 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确实把这个中国和俄罗斯 列为这个修正主义的 这个危险的禁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到而不迫的局面会维持 但是呢 这个我想这个修西底德陷阱还是存在 好的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啊 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 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 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呢 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的嘉宾 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一如既往 关注热点话题 打虎之后是扫黑 习近平意在何方 欢迎收听收看 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我是许波 下次节目再会